到的结果就是像这样的状态 如果Data in line 如果 你今天是True的话 他就变成小小的移到这边来 新增就跑到这边来 短短的 当然 我是觉得 你们可以善用如果 新常在练习同学其实 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提时之后 那如果你要看到结果其实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其实马上 更新一下 有没有变短 马上看到结果 颜色的话如果你不喜欢这颜色 马上更新的 黄色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善用这工具 这个也是Fonegap最厉害的地方 因为其他的工具 在开发上面还没这么厉害 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像我除了教这门客之外还有教那个用 Java SDK开发 没有那么方便 当然各有优缺点 你说哪一个比较强 当然各有优缺点 OK好 那我们做完这些这些的动作之后 有没有一个 BTN Insert BTN Show BTN Drop 最后 要显示在哪里 当然显示 我们是把它显示在 这边有一个是什么 有一个DIV 这个DIV有点像 Label 一般的话如果说以前有学过那个 其他语言的话 他有点像Label 显示的 就是唯独 不能输入只能够显示而已 那他的名称叫 OK 那假如说我们要见资料库 我想 各位回头可以稍微再复习一下 那等一下请各位这个这个程式码都在这里 那请各位 再复习一下哪个部分呢 就请各位 把它改一下 之前是把它写入到哪里 写入到database 那请各位把它改改写 我不要用database 因为其实说真的这个资料太简单了 上面地标 地标1地标2地标3 对不对 实际上用key value就可以了 有没有用那个local story就可以 所以请各位 把 这个范例 改写成什么呢 我不要用资料库 而我要什么呢 我上面 上面用的都是用资料库的语法 那请各位想想看 把这个地方呢 这边你看资料库写这么多的 我假如说我今天不要用db 我不要资料库 我用local storage 有没有办法做到呢 其实当然可以啊 因为呢 我如果说我今天 要做出 新增的话 其实新增在local storage 如果你忘记的话回头看一下 在第四章里面 local storage里面 local storage 应该是4 对不对 其实local storage里面 如果我今天要存资料的话 其实就是setitem 对不对 也可以存啊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读资料的话 就等下来 就像检状 trek 역 感谢观看